熊猫滚滚和小狗乔乔是一对好朋友,他们总是一起玩耍和学习。 今天,他们决定一起学习一些有趣的颜色汉字,红红,黄黄,绿绿,白白,嘿嘿,粉粉。 熊猫滚滚兴奋地说,我们今天学习的第一个汉字是红,红色是我的最爱。 小狗乔乔笑着说,对啊,红色就像你的围巾一样漂亮。 例句,一熊猫滚滚喜欢穿着一条红色的围巾去探险。 二小鸟在红色的树上唱着欢快的歌曲。 接着,他们继续学习下一个汉字,黄。 小狗乔乔用兴奋的声音说,黄色就像太阳一样明亮。 例句,一太阳升起时,天空变成了一片明亮的黄色。 二熊猫滚滚喜欢吃黄色的香蕉,因为它们又甜又好吃。 他们开始学习绿这个字。 熊猫滚滚指着周围的树说,绿色就是大自然的颜色。 例句,一春天来了,草地上长满了绿色的小草。 二小狗乔乔在绿色的树下找到了一个漂亮的玩具。 然后,他们学习了白这个字。 小狗乔乔开心地说,白色就像我毛茸茸的身体一样柔软。 例句,一冬天的大雪覆盖了整个世界,变成了一片洁白。 二熊猫滚滚喜欢白色的云朵,因为它们形状各异,像是天空的画作。 紧接着学习的是黑这个字。 熊猫滚滚害羞地说,黑色好像夜晚一样神秘。 例句,一晚上星星在黑色的天空中闪烁着光芒。 二小狗乔乔在黑色的夜晚里发现了一颗闪亮的流星。 最后,他们学习了粉这个字。 小狗乔乔笑着说,粉色就像美丽的花朵一样温柔。 例句,一春天到了,树上开满了粉色的樱花。 二熊猫滚滚喜欢粉色的冰淇淋,因为它又甜又好吃。 熊猫滚滚和小狗乔乔,充满了对汉字和颜色的好奇心。 他们用这些例句和场景一起学习汉字,玩得不亦乐乎。